5月10日台中捷运意外事件 不幸罹难的是静怡大学法律系林淑雅教授 消息传来全校师生倍感震惊 也十分不舍 学校立即联络家属 表达深切的慰问 中府市隔天也特别在弥撒中 为林淑雅老师的灵魂祈祷 盛唐内外做得满满的 令人感受到他是一位关怀学生的好老师 静怡大学法律系系办 11号在系上举行追思小角落 让学校师生写上追思小卡 而从各地寄来和林淑雅老师合照的照片 高达200多张 一张张的恩师情怀 令人不舍 林淑雅教授是国立台湾大学法学博士 2009年到静怡大学法律学系 担任助理教授 林老师长期投入人权和原住民公共事务 历任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 国际特色组织台湾分会理事长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董事长 以及总统府原住民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等职务 2023年5月10日不幸在台中捷运意外事故当中身亡 享年52岁 教廷驻华代办马德范蒙席 5月15日到静怡大学参加董事会 抵达学校开会之前 他特别在董事长苏耀本主教林思琳校长陪同下 到法律系布置的追思墙为林老师献花 在这段时间静怡大学校目杨安人神父 法律系的同仁 中府市的同仁 以及原住民师生等 都到嘉义县 随上乡林书洋老师临前 特别致意祈祷 林书洋老师的告别礼 明天5月27日举行 苏耀本主教代表静怡大学董事会 5月26日下午 特别和杨安人神父 以及兄女们前往灵堂 送念慈悲串金 为林老师的灵魂祈祷 苏主教在接受访问时并且表示说 我们先来探望 表达我们的关心 那也对他们父母表达我们的感谢 除了不舍之外 慰问之外 祝福之外 那也表达我们的感谢 因为林老师的精神 其实我们也跟他父母亲讲 就是敬于主部修理会串满的精神 就是以仁爱 以正义来促穷和平 那林老师虽然不是教友 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精神 我们也非常感佩 敬于大学将在6月3号早上 10点到12点 在主顾圣母堂 为林淑雅老师举办追思会 再次推荐